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进行他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 他于8号至1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外界普遍认为因为朝核问题 以及美中贸易逆差长期高期不下的紧迫性 特朗普总统这次长达12天的亚洲行 对中国的访问应该是重中之重 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与中共十九大后 大权在握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招 特朗普在朝核问题和美中贸易问题上能否有所收获 这次美中领导人的会晤 会给今后的美中关系打下什么样的基础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资深的美中问题专家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萨特博士来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 特朗普总统访华主要探讨的两个议题是 朝鲜问题和美中贸易问题 我们先来谈朝鲜问题 特朗普会怎样向习近平施压 我不确定访华行程中 特朗普会施接多大的压力 几个月来白宫一直在施压 也还在继续 在韩国首尔 特朗普已经很大程度上谈及朝鲜问题 希望中国减少与朝鲜的经济往来 并使用其对朝鲜的影响力 让朝鲜停止核项目 其实有关专家质疑 这样的方法是否能够解决朝鲜问题 但是这是特朗普和他的政府选择的方法 他们会继续向中国施加压力 特朗普总统会不会具体要求中国采取一些措施呢 是的 特朗普可以做很多 他做事情常常让我们无法预料 但我想他会专注在他现在所做的 不会做更多 主要就是对中国施压 鼓励中国对朝鲜更强硬 同时美国也对朝鲜施压 中国目前在朝鲜问题上是做了一些工作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与朝鲜的关系 但是专家们发现 中国其实仍然在支持朝鲜 至少中国在保持和朝鲜一些贸易 以确保朝鲜不会崩溃 所以很难预测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交谈结果 中国不想看到一个不稳定的朝鲜半岛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完全切断朝中贸易 朝鲜会非常不稳定 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 朝鲜可能就没有什么选择 他们可能会向中国开火 试想如果朝鲜被推到无法生存的地步 他们会做些什么选择 中国不想看到这样的情况 所以中国不会切断与朝鲜的经济往来 但是特朗普政府仍然继续在这一点上向中国施压 您对朝鲜议题上的谈判会有多乐观 我不乐观 特朗普此次访华在朝鲜问题上不会有重大突破 中国的利益是朝鲜的稳定 对于中国来说 朝鲜稳定比朝鲜无核化更重要 而对于美国 其最高利益是朝鲜无核化 所以在朝鲜问题上 中美有根本不同的利益 为了解决美中贸易逆差 特朗普总统会要求习近平主席做些什么呢 我认为特朗普不会具体要求习近平做些什么 他只是想要习近平改变美中贸易不平衡的状况 国务卿蒂勒森也有提及 怎么改变呢 中国需要对美国开放市场 让美国可以在中国销售更多的东西 让美国可以在中国许多领域投资 给美国公司带来利益 给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中国需要停止在中美贸易中的不公平之举 那就是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 中国在贸易中大量使用国家权力 阻碍了自由贸易和自由的经济交流 中国的做法对美国非常不利 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愿意做多少 来改变美中贸易不平衡的状况 因为我们看见过去几年来 习近平有强化国家主导的经济的倾向 所以美中贸易议题方面的谈判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因为国家的强有力控制 习近平能够下命令做改变 理论上讲他能做到 如果习近平这样做了 特朗普政府会很高兴 在朝核问题上 习近平所能做的不多 但在美中贸易问题上 习近平是能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的 朝鲜问题上 一个不稳定的朝鲜对中国的危害很大 在贸易问题上 改变贸易政策 开放中国的一些经济领域 给美国带来一些好处 习近平可以做到 而且这些改变对中国没有太大的危害 即便如此 对于习近平会做多少来改变中美贸易现状 我不乐观 诚如你所说 习近平会追求国家主导的经济 那当然对倡导开放市场的美国来说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个人外交能否起到一定的作用 特朗普总统喜欢个人外交 近来一直称习近平为好朋友 同时习近平似乎也很欣赏特朗普总统 比如安排在北京故宫与他会面去查等等 奥巴马总统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您对这一切的看法是什么 这一切告诉我 中国认为特朗普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 北京更加尊重特朗普总统 中国会尽力让特朗普对中国有一个好印象 北京会在贸易议题上做一些让步 但这些小的让步从长远来说不会有多大意义 重大让步北京是不会做的 但他们会尽量给予特朗普总统高规格的待遇 这样的一些风光的东西 他们可以给特朗普很多这样的礼遇 但是对中国有重大损失的事情习近平不会做 特朗普总统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 任何人任何独裁者任何政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低估美国人的决心 有分析称 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 这段话也是针对中国的 您怎样看待特朗普总统的这个演讲 这也许释放了特朗普政府以后要关注亚洲事务的信号 分析家一直在问 美国在该地区的策略是什么 这个演讲给我们一些启示 特朗普政府将采取印度太平洋战略 这个战略强调美国与日本和印度的亲密关系 形成对中国的包围 当然这种印度太平洋战略 与特朗普一直夸口的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是矛盾的 所以我们仍不十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印度太平洋战略 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又是什么 也许特朗普的亚洲执行后 这个战略的走向会更加清晰 我想访华行程中 特朗普会对中国很好 但我认为美中之间的差异很大 在国防安全方面 美国已经采取了措施弥补过去的不足 过去美国被认为力量在削减 现在美国想变得更强大 国防的增强作用很大 贸易经济政策方面 特朗普政府目前还没有一个连贯的整合的政策 但是一个印度太平洋的战略表明 美国几个月后会出台一个更清晰的亚太策略 我们看到两个雄勋勃勃的领导人 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 中美产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可能性很小 因为对双方都很危险 对双方的损伤都会很大 所以中美都会禁止这种冲突发生 我对此不担心 但中美之间的摩擦会是有的 可以说中国的人权问题 限制言论自由等 仍然是中美产生摩擦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朗普总统会在他们会谈时 向习近平主席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吗 我想特朗普总统会提到一些 但是很显然 相对于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 特朗普政府在人权问题上 倡导民主等政策上 他们的重要性要低很多 特朗普政府不是很看重 此次访华中 中国的人权问题对特朗普来说 也不会太重要 萨特博士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析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